字幕志愿者 李宗盛 以後洛杉磯千萬公共電視台 請問一下 我在這邊看到的是 所有的discrimination here 所以看到的是 在蔣氏政權余虐下的 這些流亡政權的一群中華豬 卻是豬 差不多三五千人控制著 整個台灣人民的未來公民的受教權 那請問各位教授 裡面的題目為什麼要抗議兩制 因為抗議兩制我看不到 一個偽大台灣人的台灣魂 而是看到一個非常卑微 被壓縮的台灣魂 用譴責而用反應 請教 謝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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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你講的是正確的 應該是譴責 沒有錯 我想這是我們 可能我們在 過去的思維裡面 我們真的是很卑微 就是說我們今天在場的 尤其是在場兩位 兩位受難者 今天在現場的發言 展現我們台灣的韌性 但是也是一個忍耐 就是說我們其實 我們如果看整個台灣的歷史 是一個殖民的歷史 那麼四百年來的殖民歷史裡面 從我們的原住民開始 包含後來從中國來的移民 在中國來移民來到台灣 融入這個台灣的本土以後 其實在整個這個 政治的權利的過程裡面 其實都是在外來的政權 所掌控的 所以他自己的命運 其實常常都是被操縱的 那麼長久以來 這個本來在這樣的操縱之下 台灣的精英是 在一代一代的培養過程裡面 是應該有那個機會 要有他自己的尊嚴的 可是我們要知道 就是說這件事情我們就要看 在二二八在半個世紀前 所發生的這件事情 是中國國民黨這個集權政權 他是有意識的 要把那一代的精英剷除掉的 這個剷除的效應有兩個 第一個效應是什麼 就是說有能力受到當年 在日治時代培養的台灣的精英 已經沒有辦法出頭 因為他們有知識有勇氣 可是他們被消滅了 接下來剩下的人民 他看到了這樣的效應 他產生了什麼恐怖 我們為什麼叫拍攝恐怖 因為就是恐怖 剛才蔡里士有提到 那真的很恐怖 真的很恐怖 這個陰影半個世紀了 那我們好不容易 從1990年代台灣民主化 20年來慢慢地我們了解這段歷史 台灣人了解自己的時代 了解過去的以後 我們知道現在我們要想到未來了 所以慢慢產生自信心了 所以這個原因就是說 為什麼我們今天 其實不只今天的記者會 其實包含之前很多記者會 是要來再想說 我們不能再走回透露了 就像說我們今天還用這個抗議的字眼 那我們事實上是應該譴責的 這不只譴責而已 事實上我們今天也要討論到一件事情 就是說 這次的公民課綱的調整 其實它背後的就是要來 要來隱藏住 要來讓我們年輕人 沒有看到說 在公民現代社會裡面 公民抵抗權是非常重要的 是非常重要的 在台灣的社會裡面 就是公民沒辦法認識 它有一個以天賦的 具有的抵抗權 這是任何一個人都天生具有的東西 所以我非常佩服也非常謝謝你 能夠再次的指出這一點 我們今天開這個聚會 沒有錯 這個抗議太微弱太卑微了 我們是譴責 同時我們要抵抗 我覺得抵抗才是我們 現在台灣各個階層 從我們不管我們今天在座的 已經八十幾歲的我們的前輩 我們現在五六十歲的這一代 我們三十十歲的中間 以及我們年輕的十幾歲 二十幾歲的年輕 所有階層都要出來抵抗 謝謝 我剛剛聽你們這些言論 包括一些歷史 你們可以感覺到 台灣的這種歷史的苦難 但是這個 fair and justice 這是一個common sense 假如他們違反了fair and justice的話 現在台灣人民 針對的這些中華租圈的租 也沒有什麼樣的具體的作為 因為這是一個計程招待會 你們有辦法在全台灣各地舉辦各地的公聽會 謝謝 謝謝你的提 請等一下 我們請陳教授 謝謝 謝謝 因為 我們 交叉學會也有 每個月開一次的 職委會 我們的 內部當然對於 時局的發展 有持續的關注討論 但是 就像剛剛會長講的 你要用 抗議譴責 其實更進一步就是抵抗權 那 作為一個交叉學會的社團 當然是有限 你如果要到像民進黨 中央曾經 要六個縣市 南部六個縣市 他們用這個 中央與地方 權力關係的 這種 基礎來 不接受 或者是他的 這個教科書 可以用 縣市政府所能決定的範圍 來跟教育部對抗 那就是有抵抗權的 這個味道了啦 那就我們社團來講 大概不容易做到這樣 所以我想 要把這個事情的來龍去脈 講清楚 而且呢 在 其他的藍色媒體裡面呢 他們用很多事事而非的 這包括傳達教育部長 或者行政院長的那些事事而非的論調 所謂的 根據中華民國憲法 所以如何如何 或者說他 這是 這是去日本話 而不是去台灣話等等 這些呢 我們必須要一再的 說明 讓台灣社會 了解嘛 如果說 我們的社會民眾 不了解 被一些事事而非的 說法所 迷藏 那這樣的話 我們其他的抵抗權 恐怕也 失去了正當性 所以我想 我們 教育學會所盡的義務 比較是這個 這個部分 謝謝 我想補充就是說 這個 這件事情 其實不只是說 一個 一個 NGO的團體所做的 事實上 目前是這樣子說 以台灣教育協會來說 除了 剛才我們 陳田會長補充以外 就是我們一定會做一件事情 就是對這次的 所謂 科康微調 事實上在台灣史部分 是大大的調整 我們會做一個 所謂的康務表 這件事情就是說 不管 這個教育部如果他強行 一定要做這件事情的話 我們做草根的運動 所以跟你講 您所提的 所謂在各地 辦公 這件事 其實我們做的可能 是更要深層的 深層到什麼地方 就是說 我們要跟 我們第一線教育現場老師 不管是公民 社會的老師 或者歷史的老師 甚至 教育國文的老師 我們現場老師 要一起起來 其實就是所謂 做抵抗權之外 我們對於我們 很多的年輕人 其實我們現在的 現在一代 其實對整個這個 作為一個現代公民 所應該具備的一個基本的 應該的素養 都其實有一個基本的認知 因為這是過去20年來 台灣民主化的結果 它還是有一些成效在的 所以大家非常珍惜這個資產 因為這是全民的資產 也是台灣的資產 所以要進入這個現代社會 必須要有的 那另外一個就是說 要做這件事情 因為是一個全國性的 所以我們目前 已經跟全國很多公民團體合作 所以我們不是很孤單的 這件事情 因為您也知道說 是動搖到整個台灣 未來的基石的這件事情 以現在的這個人民的力量 是不可能容忍的 所以您所有的公聽會 我們會做的其實是更深入的 是到草根的地方去的 所以我們也希望您 能夠持續關注我們 我們也會很努力的 來做這一塊 謝謝您 那這個記者會就是說 白色恐怖不見了 因為我們好不容易 20年來的民主化 開始我們要做轉型正義 我們轉型正義過去做的不徹底的 這個基礎往前走 我們現在談到更深入的 來做這個更深層的轉型正義 另外呢也必須 因為這樣的討論 在我們的教育裡面 讓我們的年輕人 能夠透過所謂公民社會教育 這樣的一個公開討論的過程裡面 建立一個現代公民的意識 反省過去 在人類歷史 尤其是我們自己本身 在我們台灣這塊土地所發生的 過去的這樣的威權體制時代 所做出來的 透過政府的暴行 對人民權利的侵害 這件事情 唯有透過深入的討論 唯有公開的討論 才有可能再往前走 才有可能再做到 像剛才張醫師所提到的 更深層的 人民的抵抗真正的權利 在什麼地方 所以我們今天 就是不能允許台灣再走回頭路了 我們要從這個地方 要再重新出發 要堅守這個陣地 所以我們今天非常感謝 我們兩位在50年代 受苦受難的前輩 今天非常感謝兩位 學者專家 來參與我們今天與他 也非常謝謝各位 謝謝各位 我們今天在座有很多 我們的老前輩 我們過去 為了這個不正義 不公義 沒有人權的威權時代 所受的苦難 能夠持續到今天 能夠為了未來 台灣的未來 能夠持續站出來發聲音 也非常感謝我們今天的貴賓 來賓來參與支持記者會 所以我們今天記者會到現在結束 謝謝各位的參加 謝謝